今天是周末奥斯卡之夜 我们夫妻俩来试吃一家新开的亚洲融合餐馆 在帕萨迪娜 印象非常好 是 它的地址原来是一家很老牌的牛排馆 后来在疫情过后关掉了 也很奇怪 疫情过后关掉 它不是疫情之前的关掉 好几家店都在疫情过后关掉的 这家店 装修大概花了一年多 其实时间蛮长的 然后它是3月8号试运营 但是在这之前其实也有一小段时间的试运营 我们进去的时候 还看到它进口两边的祝贺花篮还在 非常亚洲的一个感觉 非常中国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先说前面 它在装修手外面的幕布拦起来的时候 它写的是亚洲融合餐 但是我今天在查它信息的时候 看它有什么菜单的时候 网上看到是泰国菜 我想你这个太骗人了 亚洲融合菜 是啊 它好多菜其实都是carry 都是咖喱 那其实就是泰国菜 我的感觉就是大亚太多菜 然后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更坐实了 它的入口两边的花篮上面写的全都是中文的贺词 甚至里面有几个花篮送的人我们还都认识 其实洛杉矶乡下的华人区就这么大了 那么我们进去就在猜 这个老板不会是中国人吧 是啊 我当时就觉得说这应该是华人 就至少是华人 或者是东南亚的或者是泰国的华人 然后进去的时候 戴卫是两个华裔的小姑娘 非常的美式的感觉 但是这两个小姑娘的英文不咋的意义 不是说他们的英文不好 而是他们的口音 其实不像洛杉矶本地 或者在洛杉矶本地生活很长时间 我就没差用中文说 要不你跟我讲中文吧 对 他们英文口音 其实我完全可以判断 我说中文他们听得懂 对 然后他们是戴卫的 我们戴进去之后 这个餐厅的面积蛮大的 大概它是连着一个名厨 对吧 名厨 还有酒吧区 300平方有吧 不只有 有 就是差不多3000尺是有的 就感觉上是有的 对 然后都是那种 其实你说是蛮中式的 其实不稀释的这种座位 没错 有卡座 有圆桌 有方桌 对 有半遮挡式的那一种 就没有包房 明显没有包房 对 然后我们坐下来之后 就服务员 点菜和传菜的服务员 都是本地人 非常专业 看得出来都是老莫 对吧 然后很专业 关键是专业 很专业 一上来就非常热情的给我们介绍 他自己的特色影片 我们俩点了Marguerite 他这个 他那个叫 椒叶 Peacock Marguerite 孔雀Marguerite 对 蛮好喝的 撒了一层辣椒 就叫孔雀了 蛮好喝的 很热情 这敷衍很热情 包括他给我们推荐前菜 那个芒果鱼 芒果鱼片 芒果鱼片 很泰式的一个口味 我很喜欢 对 它的sauce非常的好 它的主料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吃的龙鲤鱼 是 龙鲤鱼外面裹了层粉 它的经验之处在于 它那个酱调的好 还有就是青木瓜色拉 就是很标准的泰式的青木瓜 撒在上面的 对 它推荐完这两个之后 我们自己在那边看菜单 它的菜单可能因为现在是soft open 也可能是它本身就相当于比较 不能叫极简 就是那种 不要给选择困难症造成困扰 就我觉得就很美 很美式 我们基本上一般吃的这种普通的美食餐厅 它其实这个菜单就一页 一页基本上就是前菜 主菜 desert 就是甜点 但是它的菜都非常的泰国 都非常的泰式 所以也不要什么东南亚菜的 就是泰国菜 对吧 后来我们俩一人选了个主菜 我选的是12小时慢煮的安哥斯牛排 对 配绿咖喱酱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融合菜了 对 然后呢 我太太点的是一份 蒜烤 茄子 stick 就叫茄牌吧 茄牌 茄牌 对 这家餐厅我得插一句啊 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判断它可能是华人 或者说甚至于我判断它有可能背后老板是台湾人呢 就是因为它的菜单上面很明确的列明说它有素食 我点的这一个茄子牛排 它明显就是一个素食 但的确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维根 或者说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的话 这个菜绝对满足了你的口服之余 对 因为很多台湾人喜欢素食嘛 对 对吧 华人圈子里面好像就台湾人特别喜欢吃素食 结果我办呢 它是不是台湾老板开的 好 那么两个菜就上来了 你们也可以看到 真的非常不错 这个曼煮安格斯牛肉 我首先吃了一口它的原味的 曼煮的非常地道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曼煮这么地道的牛肉了 他选的牛肉也好 肥瘦相间 骨头旁边的ribs 就是排骨肉 然后你看我一用叉子一叉 它基本就碎了 但是如果你是原味吃的 可能会有一点点腻 所以它给你配的是绿咖喱 绿咖喱占好或者是全都浇上去之后 完全把这个腻就全都解掉了 对 好 然后我太太的这个 茄牌 其实就是薄薄的两层 茄子 不薄不薄不薄 咬起来很有肉感 它的这个经验之处就在于它烤的时候的这种火候 还有它配的旁边那个菜 其实它是香菜和薄荷也混合在一起的 反而这两个东西配我吃的这个牛排 非常的配 非常非常的解腻 泰国菜就是解腻嘛 对吧 它没有这么油 是 非常好 我们吃这个餐厅的时候 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洛杉矶著名的另外一家亚洲餐馆 甚至他不叫自己叫亚洲餐馆 他叫自己叫中式餐馆 对 没错 如果你们到洛杉矶来玩 有洛杉矶的朋友 中餐一定会带你们去吃的 或者是洛杉矶的本地人 本地白人 他叫陶 T-A-O 陶 你们可以直接在英国MAP上面 在好莱坞的 对 在好莱坞那边 它的这个 怎么说 咱先说装修 的确非常符合本地人的审美 本地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审美 我只能这么说 他完全进去就不像个饭店 他像个酒吧 我是说跟今天的这家比起来 他像个酒吧 进去就像个大吧台 这个完全就是很美式的饭店的一种做法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贴张照片给你们看 任何一个亚洲人 或者我们中国人 会把一个牵手观音和一个卧佛 放在你吃饭的 这个已经变灵堂了 这个殿堂里面 你吃不下饭了 你看着这个牵手观音 咋可能吃得下饭呢 对吧 对 对 这个完全就是老美对于亚裔文化的一个误解 包括你说日本人 泰国人 不管是哪里的人 只要是亚洲人 不可能在吃饭的地方放一尊这么大的佛 而且放这么大 是 对吧 有没有像什么 就是像唐探2里面 对对对 没错 就是那一个 因为唐探2本来就是在美国拍的 包括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老美家里和家门口喜欢放一个大佛头 真的 这个我们亚洲人是无法接受 我们中国人无法接受 我们再说菜 陶的菜我们去吃过两次 也都是陪朋友 平良心说不好吃 他的不好吃是什么 可能老美很能接受 因为做了一些改良 他的辣油不是很辣 他的酱油不是很鲜 他的包装摆盘 为了来配合老美 他也做成了一种方便的方式方法 最让我诟病的就是这个价格 我就这么跟您对比 陶一碗6个庄的红油超手 卖24美元 他的一小碗大概有个十几块的红烧肉 是 多少钱 60多块 我忘了 反正每次都不是我买的 你想今天我们在这家餐厅吃的 我的曼主安格斯牛排是56刀 对 你的大概28刀 对吧 它的价格我觉得是合适 你想一个安格斯慢煮牛肉56刀是合适的 你在陶吃一份6个馄饨 6个红油超手 你收人家24块 这个有点过分吧 对吧 可能老美的价值观和我们不一样 因为在他们眼里 这个都叫中餐 都是贵 但是你说让一个华人能接受6个馄饨买24美金 我真是没办法接受 是啊 我其实之前看到过小红书上面对于陶这家餐厅的一个评价 亲一次都是好评 但是大家也说的很清楚 就是华人不太去 然后今天我们这顿饭 其实一共加上税加上小费 我们一共给了190 对 还行 为什么还行 毕竟在帕萨迪娜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对吧 而且还对比另外一个 我们其实还想介绍另外一家店给大家推荐 下次你们有空去 在华人区 在Montu Park 对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蒙特利公园市 是 有一个叫牛五市 专门是吃和牛的 和牛的 自助餐 放题 放题 对的 没错 它有两种 一个是58的套餐 选择 一个是88的选择 是 88的是可以吃到 A5的四种 五种肉 五种A5的肉可以选择 然后其他吃M9的肉 对 M9有很多 如果你不喜欢吃那种限定海鲜 或者对肉质没有这么高要求的话 其实58也可以的 因为58的那种A5的另外四种和M9的 也都是无限量过的 对 也都是随便吃 饮料也都是随便吃的 是 也蛮好 是 然后的话 周末的生意的确很好 然后如果不想排队的话 平时去也是可以的 那一家 你想我们俩光饮料和我们俩就光吃掉200 还不包括税和小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反而就觉得 今天这顿亚洲融合餐 还算便宜的 给加了小费才190 回来之后 做了一点 那个功课 我才发现说 原来今天吃的这一家 它叫Starleaf 我们到现在没说过名字 对 它这一家其实是 哎 这家其实在我们中国大陆 有11家连锁店 在我们上海 在摩都的浦东八百万地区 华润时代广场里面就有 它在杭州啊 温州啊 宁波啊 都是在万象城里面 后来我查了一下 被誉为是叫世界厨王主理的 这个南洋料理 而且属于米其林一星餐厅 那难怪我们觉得 它各方面都不错 符合我们的要求 也难怪门口这么多花篮 是我们认识的这些 我们这个华人区很积极分子啊 都送他们花篮了 有几道菜我从网上看到的 跟这边跟洛杉矶这边的 也的确都是差不多 但是说一句啊 洛杉矶也有几个菜是 中国大陆是没有的 它还是做了 根据地区做了一定的调整 所以如果以后大家到洛杉矶来玩呢 这家可以试试看的 陶呢 我觉得呢 真的没必要去 真的真的 你在佛爷面前吃饭 真的吃得不爽 更何况那家饭店 其实满作率很高 据说每次去都要排队 逃排队还很厉害 我其实真的是很 很佩服那些在门口排场队的那些人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探店就到这里啊 下次如果有好的探店 我们继续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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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绝 拜拜 感谢观看